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股市和美国股市也同样均有不同程度涨幅 虽然涨幅不大 欧洲是0.1%-0.4%左右 英国刷出新高 美国股市同样上涨 各自刷出历史的最高点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下跌了6美元左右 回到1315附近 油价则上涨2% 创出过去两年以来的最高价 达到63美元附近 另外比特币价格目前还是在15000以下 同时美元指数从高处回落 但是人民币和美元的价格在昨天大幅下跌300个点左右 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着重来说一个 2018年对于中国楼市和股市的预测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一直是努力朝着消费型经济在转变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们要问2018年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会如何呢 当然我们也不是神仙 说的很有可能也是错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前两天我和朋友吃饭 其中有个朋友说到 如果要炒股票 那当然是中国的股市比澳洲好 中国股市随便就有五六个涨停板 运气好的话能碰到十几个连涨 那时候资金早就翻翻了 你这钱要放在澳洲的话 不知要到猴年马月资金才有所动向 那么对此观点呢 我并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 但是其实我相信 收银机前或者咱们观看视频 很多朋友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个中国的股市肯定比澳洲股市更赚钱 但是我不禁要在这儿问一句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个中国股市很赚钱 那么你自己在过去两年 咱们就不说一五年的股灾 一六年到一七年 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身边的朋友在A股有没有赚到钱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为什么 涨停板不是这么多吗 你抓不到吗 既然在那边是亏了钱 为什么不能安安心心地做一些价值投资 在澳洲投一些长期产品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的观点有所误差 在中国做股票叫做炒股 在国外做股票叫做share investment 中文翻译就是股票投资 光是从一个炒和投资两个字 其实就是高低立盘 一边是以投机为目的 一边则是以投资长线为根据 那么再回到咱们的话题中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要靠要往消费再转变 我们看一下这后边的图 这是西方包括了一些发展中国家 主要国家一个消费占据国民GDP的比例 最左边是美国占据了69%消费 最右边的像印度这类国家 比中国还欠发达一些都达到了57% 包括了像俄罗斯 包括了像这个巴西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金砖四国中 这是没有南非 包括其他的主要发达国家 所有的在这个图表中 这个消费型都占据了GDP的50%以上 只有中国是例外 中国的GDP这个消费只占据了37% 高出了三分之一点点 而固定资产投资 这是红色的是固定资产投资 这占据了GDP的47% 什么叫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通常是指 比如说政府的基建项目 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房地产也好 或者说其他也好 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这个长期的一些地产项目建设 都属于固定资产投资 因此大兴土木来拉动GDP 这个是过去中国一直以来走了一条路 但是这条路毫无疑问是走不长的 因为你靠着政府借钱来拉动GDP 这样呢 在你路造完了 这个桥造完了 你还能干什么 把农田全变成房子 再把房子再变回农田吗 不可能 最终还是要靠人民的消费 提高消费来促进生产力 那么我们知道呢 消费为什么能促进生产 就是要不断地花钱 但是钱从哪里来 如果你说我这个橘子啊 这个十块钱一斤 现在卖一块钱一斤卖给你 你来买好不好 当然好 但是前提是我手上必须有钱 要是我手上没钱的话 就是你卖到一毛钱一斤 我也买不起 那如何让民众的手上有钱 这个就成了要经济转型 到这个交费性经济的关键因素 那么在我看来 在中国主要有三大因素 能够增加人民的收入 我们抛开一些细节不说 第一就是工资增长 第二就是房价的增长 第三就是股市的增长 但是工资的增长 虽然是最直接的 但是这会直接推动劳工成本 或者叫做这个人力成本的上升 那么中国目前的制造业 还没有完全转型 同时如果这个时候啊 这个劳工历程 劳工历程的成本不断上涨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恶梦 因此工资上涨的负面影响 其实很大 那么另两块 房地产和股市就成了目前 能够短时间提高人们收入 提高人们财富的一个选择 虽说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虽说有可能让很多富钱的人继续富 但是为了提高全民的整体财富性 这一点 或者说这个中间的阶段 目前依然是首要考虑的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判断 中国的经济要向消费性转变 必须手上有钱 而手上有钱的来源 就来自于主要是投资方 那投资来自于哪 目前普通老百姓 就是房地产和股市 所以说在2018年 中国的经济消费性 还没有转型成功 这个时候 楼市和股市 是不可能出现大的下跌 因此我们判断在2018年 中国A50这个产品 依然值得我们长期持有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观点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